以色列五日大動作懲處國軍 將兩名指揮空襲任務 導致世界中央廚房員工喪命的軍官開除 並深屆七名高階指揮官 試圖盡快直火 然而這起事件 引發國際反彈的效應已經發小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五日決議 是否需要追究以色列 對巴勒斯坦佔領區域 尤其是加薩地區所造成的違反人道罪行 最後以28票贊成 13票棄權跟6票反對 通過了這項決議 同時這項決議也呼籲 以哈雙方立即停火 也提醒各國不要再將軍火 移交給以色列 以避免更多違反人權的情形發生 而美國總統拜登 也逐漸對堅持不停火的 以國失去耐心 根據知情人士指出 拜登四日與以國總理納坦雅胡的通話氣氛緊張 而兩人通完話了幾個小時後 以色列便宣布重新開放 追人物資從艾瑞茲關卡進入加薩 也允許更多物資從埃及跟越旦進入 然而世界中央廚房自從員工遇襲喪命後 就終止了所有在加薩的任務 這也讓食物有效送達及需民眾的手中 變得更加困難 負責載運食物的展壁號船長 對此也感到憤恨不平 而兩中前呼籲以色列應該快點結束戰爭的川普 最近又在廣播節目的訪談中衝生了類似的論點 他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輸掉攻關站 他認為以色列持續在對外公佈轟炸畫面 已經適得其反 所以以色列應該快點收工 環宇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打開小鈴鐺